確實要考慮 尤其是下腳這個東西 你如果練過武術的人都知道 這個地方其實是我們身體處理一個最重要的一個點 所以你如果做了消骨頭 尤其是消很多的時候 你在史歷上來講 尤其是運動選手的確會受影響 所以我們在做這個手術 我們都會先問清楚 你有沒有這方面的需求 像有的是運動選手 或是說你是武術的人 那當然這個東西要想清楚 那當然有些人是 他不是考慮這個東西 他考慮是他結構上安不安全 初期是不行的 因為他有些東西要骨頭癒合 骨頭癒合之後呢 基本上 運用在正常的生活狀態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如果在極限運動的狀態下 像說 台軍道 常常都要搏擊 或是說你有那種碰撞的那種 像那種橄欖球那種碰撞 這種情況下呢 我們就不太建議手術了 因為沒有人可以保證他撞了會不會就更容易斷裂 但是實際上我們有遇過說 開完刀的人 他發生車禍的骨頭當然斷了 但是不是斷在我們開刀的地方 是斷在什麼 斷在我們天生的弱點 我們骨頭上有天生的弱點 所以有句古老的話說是 怕等骨頭等都用嘛 所以有些時候骨頭癒合好之後 那個結合力量其實是蠻強的 對啊